漫画社团诞生了 接下来的日子 我四处打听着 创办社团的程序和经验 晕头转向地跑了一个多月 填写了N多的表格 并填写了一些保证书之类的东西 院团委的吴老师 才同意我这个 一脸稚气的大一心声 建立这么一个文化类社团 从他的眼神和语气中 我感到自己面对的事情 似乎要比自己以为的 要复杂得多 足间社团的重点 是经营管理 而这些呢 完全都不是我的专长 更不是我的兴趣所在 从本质上来讲 我只想画画 对别的事情都不感兴趣 因为之前班里的班长职位 我也都辞掉了 就是想让生活足够简单 结果我却从一件 自己刚跳脱出来的束缚中 跳入了另一滩泥沼之中 不过这时候的我 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只是凭着一时冲动 和匹夫之勇 跟着感觉走而已 所以整个社团的创建 就像历史上所有的农民起义一样 在一阵辉煌之后 最终沦落到 孤军奋战的境地 不过还好 我没有被灭掉 正因为浪费了精力 而更加看清了自己 知道了自己 真正想要什么 一个人是干不起来社团的 必须有志趣相投的朋友 审批通过后 第一件事就是张罗人马 而且必须是志趣相投的那种 凯是我们专业隔壁版的兄弟 在后来整个漫画协会的运转过程中 他都演绎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他是一个比较安静 却很暴躁的家伙 不过我们有很多的共同之处 喜欢画画 喜欢抽烟 也喜欢看美女 而且年龄都比身边的朋友要大一些 这都决定了 我们下意识地觉得彼此都更懂对方 为了强大我们的主力 我还游走了建筑与艺术设计系的 每个固定教室 就这样 我又找到了学艺术设计的男孩 杨 还有一个建筑装饰的女孩叫姨 还有一个超级喜欢漫画 并且画工相当厉害的女孩叫甜甜 而且她看起来 却只是像个刚上高中的小女孩 而且在大学四年里 她一直保持着那种感觉